关于网络诈骗,许多人都时有所闻 可能是身边人甚至本身就诚实网络诈骗的受害者 尤其近这一年以来,不少人因为行管令必须长时间待在家 网购增多的同时,诈骗案也迅速增加 根据警方数据,短短半年内,爸马人就因为诈骗案损失的接近一亿令吉 那接下来我要分享的就是MTPN近期处理的两宗诈骗案 哈喽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兵中的小楠 欢迎收看消费人行动之投诉友们 这期内容由MTPN与IDENVIT探肥APP零名赞助播出 2020年10月5日的早上10点 叶女士接到了一通不明的电话 对方劈头就问,你记得我是谁吗? 这感觉就像是诈骗分子的惯用手法 但由于叶女士认为这把声音听起来与自己某位男性朋友很相似 于是便随口问了一句,你是不是某某某 然而在电话里一通的男子就顺势说 对,我就是某某某 接着对方表示自己遇到了突发事件 急需一笔5000令吉资金周转 并且还吩咐叶女士删除之前储存为期的电话号码 随之通话结束后,叶女士便收到另一个不明号码 以WhatsApp的通讯软体发来的信息 内容主要是指示叶女士将资金转入相关的银行户口 所幸,叶女士觉得事有蹊跷 并联络了该名被冒充的男性友人进行确认后 得知这就是一种半熟的诈骗案 而且恰巧的是 被冒充的男性友人的真实身份 竟然是国家消费人行动议会的议员 真的是中马票都没有那么准啊 于是叶女士在议员的指示下 并把相关资料包括不法之图的电话号码 通话记录和银行户口发给该名议员了 随后MTPN便立即着手调查 并在一个星期后掌握了一些线索 并提交给警方 好让警方可以迅速展开行动 将不法分子生治于法 MTPN议员在接受《中国报》采访时指出 类似这样的诈骗手法千变疑虑 但还是有许多民众受骗 从我本身被冒充身份的这件事来判断 诈骗分子是以团伙的方式经营 他们用来作案的银行户口和申请电话号码 从来都不是他们自己的身份绑定的 这是他们的官用手法 因为即使被警方逮捕 这样的举动也难以让他们在法律上被定罪 在这里小南要提醒大家 对于接到不明来电时一定要多加小心警惕 同时千万不可以把自己的身份证或银行户口 租借给其他人使用 以免惹祸丧生 2021年6月1日 一名华裔少女Y小姐 因为在行管令期间想赚一些外快 于是她便在面子书的工作招聘群组浏览 这时她的目光被一折 兼职的招聘广告吸引了 因为工作的要求很简单 说是只需要一部手机 通晓中文就可以一个星期赚取800至上千令吉的收入 在好奇心的趋势下 Y小姐便点击了该广告的WhatsApp连接 询问有关工作的详情 很快的一名自称已练的女子回复了信息 向Y小姐介绍工作内容 至于该工作内容呢 可说是十分轻松简单的 我相信这也是我自己 以及观众朋友时常会做的事情 说到这里你猜到是怎么样的工作内容了吗 答案就是买 对 就是买东西 很简单又轻松吧 只要动动手 足不出乎就能热尽抖尽 如果你现在也有这样的想法 那就要小心咯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许多诈骗集团 就是用这样的甜头 用你上钩的 以链接着说 我们公司是一家marketing营销公司 工作任务很简单 主要是帮客户刷单 制造假的交易数据 以提高客户产品在网络平台的交易量 这样客户就会给予反例 而佣金则是在8%到15%不等 只要你勤劳做 我们升你到VIP 你就可以获得最高的佣金了 不过为了避免平台方 检测到假的交易信息 我们需要你提供你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 联络号码 银行户口以及收邮地址 之后 你就把自己当作是平常的客户 买东西就可以了 可想而知 此时的外小姐 在对方多轮的轰炸及引诱下 如同一只待宰的羔羊 不但被骗子营造的气氛给带偏了 人就跟被吓得降头一样 不由自主地走进对方设下的圈套 很快的 Elaine就给外小姐布置了第一个很简单的任务 外小姐只需要点击对方所提供的购物连接 随后会缓制指定的银行户口就可以了 在第一次的任务中 外小姐花了60令吉购买了一组茶壶悲剧 而且很快的外小姐收到了64令吉80仙的返现 也就是说她获得了8%的佣金 然而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任务中 外小姐必须购买的产品价格却越来越高 但是按时拿到酬劳佣金的外小姐不宜有她 反而在心底暗自庆幸这个钱怎么那么容易赚 某一天Elaine突然传来简讯问道 有一个佣金很高但是现实的任务 你要不要抢单来做 外小姐听到后非常高兴地答应下来 而这次的商品价值已经来到了4位数 外小姐一如既往地把钱汇入了指定的户口 但这次她却迟迟等不到赢得的佣金 询问之下Elaine解释说 接下来你必须一次过完成两个任务 公司才会发放佣金 否则你是拿不回之前购买产品的钱 于是情急之下的外小姐又接下了新的任务 不过这两次任务所需要购买的商品费用 加起来整整8000令吉 这时外小姐欲苦无泪地说 自己银行没那么多钱了 所以向对方请求可不可以和别人合单 可想而知 骗子一定是想尽办法地从你身上 榨干你的钱财 所以怎么可能会帮你合单呢 无奈之下 外小姐只好向男朋友借了5000令吉来完成任务 然而外小姐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此时此刻 暗藏在屏幕另一边的一张脸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并且在心里暗存 yes 又成功一单了 果然在完成了总数大约13000令吉的刷单任务后呢 这位自称Elean的女子就小时不见了 打电话没人接 whatsapp也没人回 这时外小姐才发现自己已经上当了 懊悔万分的她在男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警局报案 随后外小姐也向MTPN投报有关的案件 在了解了外小姐的遭遇后 投诉部的议员为其深感遗憾 同时也协助Y小姐下载IDENFI 举报有关的银行户口 随着MTPN的初步调查 该议员从Y小姐所提供的资料中 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 接着MTPN便将相关的调查结果 提交给隶属于警方机构的商业罪案调查部门 不过感到遗憾的是 不能百分百确定调查结果的准确性 但还是希望能够协助警方早日破案 除了Y小姐之外 MTPN也接获不少类似的案件 在此MTPN提供了今年6月1号至15号期间 所处理的诈骗案造成了损失数据 24岁的陈小姐刷单骗局损失9560令吉 32岁的张小姐网购诈骗损失584令吉 41岁的张女士工作诈骗损失600亿令吉 38岁的蔡女士推换外汇骗局损失3726令吉 26岁的梁小姐刷单骗局损失大约15000令吉 28岁的叶小姐刷单骗局损失7200令吉 21岁的陈小姐网购诈骗损失538令吉 23岁的梁小姐刷单骗局损失980令吉 43岁的刘女士网购诈骗损失150令吉 同时在另一单网购诈骗损失180令吉 27岁的谢小姐工作诈骗损失300令吉 36岁的赖女士推换外汇骗局损失1000令吉 36岁的王先生刷单杀猪盘骗局损失17000令吉 看到这里小楠感到非常心痛 而且我们也不难发现受害者的年龄不分大小 所以任何人只要稍有不慎就会掉进不法分子的圈套 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小楠想在这里问一问大家 你们下载Identic探肥APP了吗 最后国家消费人行动议会MTPN 也给出了以下的建议让大众们参考的 1.无论是在网络找工作的求职者或是消费人 一定要询问清楚有关公司单位的信息真假 像是公司注册名字、商业注册号、公司地址、官方网页等等 请打破砂锅问到底 2.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 就算有先问问为什么是你 轻松买东西就能赚钱那么好赚为什么要找你呢 3.另外一些简单轻松的坚持工作 比如在家输入资料或者做点小手工就能赚钱 但反正当经营的公司会这么轻易泄露公司的资料吗 甚至有些会要求你自己先出钱买货来做手工 难道工厂的流水线工作效率不比你快? 4.在任何交易汇款前 一定要看清楚相关的银行户口名字 那些看起来非常可疑并且毫无关系的名字 你还敢进钱? 5.当你在identfit输入相关的银行户口号码时 若结果显示出轻色的verified页面 你就可以放心汇款啦 6.不幸被诈骗请立即报警 再到identfit举报相关户口 千万不要怕麻烦而不去报警备案 别让身边的人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最后再次感谢identfit荣誉赞助本期的内容 identfit全民必备的探匪工具 提防诈骗人人有责 你是否在网络交易时遇到骗子 有的话报了警 一定要在identfit举报相关的银行户口 这样就不会有更多的人上当了 不知道各位观众有没有听过 杀猪盘骗局呢? 其中的套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下期影片让我们一起从MTBN所提供的真实投诉案例中 深入揭开杀猪盘的网络片局 记得留守消费人行动之投诉友们 以及继续支持优质的内容创作者 我是马来西亚小男 我们下期见咯